第三 为虽法报高妙 非菩萨之分 我能经无量节 当客获知 这是讲 法身报身高妙 全教菩萨没有分 法障比丘能够发大心 保持坚固不退 多长时间呢 我能经无量节 当然以后可以证得 不断地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 念老在括弧里面也稍微说明了一下 法报二身经无量节 必可物证 但当下尚非其分 故下云 非我境界 现在我没有证得 但是将来呢 我一定会证得 就像现在 法身报身 我们大家的确都不知道 可是一到达基督世界呢 你马上就证得 没有去之前不是我们的境界 升到基督世界之后 都是我们大家亲政的境界 我们今天在这儿 只是讲讲而已 跟我没分 可是一到基督世界的国土 梁花一开 就是您的境界 四一红身 非我境界也 广大叫红 幽碎叫深 虽有三亿不同 抛却几分 专归佛力 四乃法藏菩萨 自开他立门也 这个就妙了 不谈自立 自己的力量 专求佛力 净土宗的方便 净土宗无比的殊胜 就是这么样来的 法藏菩萨 自开他立门 俊帝师 开他立门之说 证明尽忠 超情离间 不可思议 的的确确 一切法门里面呢 尽忠 真的是微妙到极处 也只有这个法门 才能够谈得上 平等 普度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靠自立 断烦恼 真的是 太难太难了 烦恼信息 断不掉啊 可是遇到这个 念佛法门 这个方便法门 我们 也要懂得 要把自己的 妄想 分别执着呢 放下 要心里面呢 保持 一心念佛 要不然的话呢 一边念佛 一边心里面 还有牵挂 这就不能往生 在佛门 在佛门里面有两种人 最容易成就 孔老父子也讲嘛 为上至与下余不移 不移 那个移就是移动的移 不移是什么意思呢 不改变 上上根人 智慧高 他一听 马上就开悟 他就坚定的选择 这个法门 他真的做到了 万云方下 而那个下下根人呢 虽然什么都不懂 他可贵就是 跟他讲什么 他都能够相信 他也真做 做得特别到位 最后呢 成功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不少听到 这些老实念佛人 到最后呢 一知十知 自叫陌生 走得还特别好 哪一种人最难度呢 就是那个上不上下不下 当中的这些人 哎呀 这些人哦 就是一般常说的 半吊子 说他不懂呢 他也 挺能够说的 说他懂呢 他又不能够真正做到 那念佛法门呢 叫做他立法门 这的确是男性 而生到基督世界 所要求的条件并不多 三样 善根福德因缘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具足 真信真愿 发菩提心 一向专利阿弥陀佛 绝对成功 在此地 跟我们讲 俊帝诗的 开他立门的说法 正是说明 净土中 超情 离间 超就是超越 离就是远离 情是情实 见是见见 净土法门超越我们一般人的知见 我们见见不到 也想想不到 说也说不出来 阿弥陀佛是果地上的德号 今天我们用他来做我们取得往生的因地心 我们不用别的做因心 不是修界定会 不是端恶修战基督里等 我们直接把佛的果 作为我们的因 这是个特殊的方法 谢谢大家